不要急著動就動 是我們的受獎者 是了 范林波士 那先請莊田信為香港具領導地位的I身 直達側面的高速歡喜網絡 好了 兩位請來 也先看我們的大會笑容 謝謝大會頒這兩位獎人給我們 這個是《久莊田信》 我相信我們都是第五年在這裡獲得這兩個獎 其實這個光纖寬頻和雲端服務 好像是兩個不同的獎 但其實上深一層 它們兩個是有關連的 其實過去這兩年 香港很多企業公司 都開始使用雲端服務 但用雲端服務 其實最基本 是一個很必要的條件 就是你一個很穩定 而快速的光纖寬頻 所以其實我們公司在五年前 已經很注力去推廣我們的 光纖寬頻的網絡 所以令到我們有一個基礎 然後網絡上的基礎 從而推出這個雲端的服務 過去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除了基本的雲端服務 所謂Cloud Service 外 我們亦都不斷推出一些新的 我們所謂叫雲端應用服務 是幫助很多大的客戶 中小企的客戶 他們令到他們的IT同事 或者甚至他們的Amin同事 都可以安助在Office 裏面 去管理他們不同location 無論是Office 也好 Outlet 也好 都可以透過雲端去做一個控制 我們很多謝各位 也很多謝大會 我們繼續未來會推出更多的雲端應用服務 多謝各位 好